翻上来 像这样子 像牵一个冬着羊 重复的穿插过后 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子 第六个手法 叫圆转鱼翼 两组 扔它是两肩宽 像这样长好 就踏实 腿一直围曲 或者外下 取下 或者登上一点 这都可以 但只是根据外个人的 这个连工的程度来 手法 这个手法从这里 这两个手 一个是阴长 一个阳长 右手长 是朝上 从左前方 往右前方 往上滑糊 形成腰 舌头也跟着旋转 到了这个极弦的时候 就是说到了极弦 就通过这个手的 这个变环 手的这个旋转 手邦的这个 这个邦北的这个旋转 把它带动腰的旋转 把它旋转过来 这个就是到这一边 这基本上是旋转180度 这样旋转过来 到旋转这边的话 这一个手的话 这个桌手的话 它带的 在这个背后 右手的话 右掌子 在前方 在这个 在这个面部的前方 这个动作就是这样的 当然在这里以后 这个能够下沉 这个桌手 桌掌 它从这个桌手掌 从这个后面 你背后 从桌边划扶起来 经过它的这个右掌 这个上方 穿 到了上面的时候 到了这个极弦 它通过这个叶子同样 通过桌手掌 这个旋转 带动腰的旋转 像这样子旋转过来 形成的跟那个 上面的这个动作是一样的 只是一做油 这个时候 同样要像这样子 滑稠过来 下面我就跟大家 改造这个手法的 整个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 第七个基本手法 叫做这个十字穿链 十字穿链 步伐 跟上几个手法都是一样的 站得不动 顶部 两手 从两侧边划扶 两手到前方 到你的身体前方 交叉 同时方腕 转腕 一直到地的这个下腹 两个手 一成了腹脏 成了腹脏以后 人家转过来的同时 这个转过来的同时 两掌翻过来 要在这个右边 右侧边 要这样画一个弧 同时两掌 在这个前方 等于身体的正前方 两掌 交叉 十字交叉 像这样 跟上个动作是一样的 往斗里划扶 到底的 小腹部位 要翻掌 往翻的 像这样子 不单地练习 下面要跟大家 大家看一遍 这个动作 就是这样完成 但是的话 跟大家说一点 就是每一个动作 都是喊凶把呗的 只有喊凶把呗 也就是说是 这个背部 要像乌龟背一样的 这个胸 要留完头里 寒大 而不能听胸 只有这样才能够 这个姿势 它才能够有利于 其成单天 学校长 第八个手法 第八个手法 自然传练 这一个手 这个手上的这个活骨鞋 得到你的 得到这个人的这个上 这个能量美心的这个美心鞋 这一个另外一只手 它的活骨鞋 得到背后的这个鸣门 这个要求是这样的 这个做法的 也是两个手 通过两个手的这样的旋转 与身体的旋转 进行单点的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 下面我做了 大家看一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第九个 训练船的手法 在中国训练船当中 很多地方都是一种 相互这个残老的 因为这种手法的话 就称之为残手 所以这个手法的手法 跟以前前世八种手法 都是一样的 这个手法的 就是专门两个掌 称这个龙心掌 带着一个胸前面进行 化缘 这种化缘叫做雷铲 翻的方向叫做外老 老鱼肠是互相配合的 老鱼肠是互相配合的 这种学样团 你的脚动 基本上